最近很流行的超慢跑 到底是什麼東西 把屁股重心跟上身體垂直 讓你的落腳的這個重心 不會太過於前傾 因為如果你是赤腳在上面跑 其實對於你的肌肉直接的負擔 哈囉是大家好我是你的教練梁卓睿 我是節目房地獸 今天這一集久違的 運動J計畫 Plus 我們好久好久好久沒有拍毫不教學 快忘記了吧 這一集也算是特別企劃 因為其實最近超級多人在影片下方 舊的影片喔 還在留言說 最近很流行的超慢跑 到底是什麼東西 聽起來很適合我 適不適合訓練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超慢跑 那以天母鳳梨鎖的角色 來訓練給大家看 超慢跑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其實超慢跑呢 是源自於日本開始流行的一項運動 那我個人以跑步教練的角度看超慢跑 他其實就是把跑步變得更強度降低 然後難度變低速度變慢 變成接近像走路的這種方式 就叫超慢跑 那其實這幾年台灣也把它稍微的調整修改成原地跑 因為以往日本原本的超慢跑呢 其實是真的跑在外面 只是用很慢的速度 然後維持一定的不平節奏 來完成它的訓練效果 但在台灣這幾年呢 大家就把它改裝變成原地跑的方式來進行 那到底要怎麼進行超慢跑呢 我們就來教導大家 那其實超慢跑這個項目呢 就非常適合像Tim Fondito這樣的角色 它的優點呢 就是第一個 強度不會太高 第二個 它的心肺刺激可以維持一定的效果 所以如果對於稍微肥胖型的這種跑者 或者是年齡稍長的這些長輩 其實用超慢跑的方式來進行運動 我覺得對於心肺功能的刺激 還有一點點的肌肉方面的刺激 是很有一定的幫助的 所以待會呢 我們就準備請Tim Fondito來幫我們示範 那首先 你可以先上網用節拍器 或是YouTube搜尋180BPM 用這樣的方式來找一個節奏 那為什麼要有節奏呢 因為跟跑步動作一樣 如果你超慢跑的過程 節奏不平很慢 你就會讓你的腳留在地板的時間 觸地時間很長 這個時候對於你的肌肉來說 就會過度的使用 這個時候使用時間越長 就越快沒力 那因為這樣的狀態呢 就會讓你跑的時間不久 所以超慢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用比較低強度的方式 然後維持比較長的時間 來達到刺激訓練的效果 所以待會我們就先從 180BPM的步屏開始設定 首先 我們找到一個節拍器 這個我是隨便下載的 開始之後就大概會有像這樣的聲音 大概上這樣的節奏 那等一下的節奏呢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180BPM每分鐘的跑動 那在跑動的過程呢 有幾個需要注意的事情 在這個180BPM的節奏過程當中 要注意的地方 跟平常跑步動作一樣 因為超慢跑還是有慢跑兩個字 它其實名副其實還是在做跑步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的跑步姿勢不佳 也會讓你的超慢跑過程 是會比較疲勞 甚至有一些運動傷害產生的可能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做的注意事項 在跑的過程當中 側面看起來 不要停啊 側面看起來 全身還是要成為一個直線 上半身回來屁股重心跟上 讓你的落腳位置 在著地的瞬間 可以讓重心是自然下垂 讓全身去分擔你的體重 而不是只有往前跨步 或是只有墊腳尖的方式來落地 那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在落腳的過程當中 落腳的順序應該 第一個是前腳掌 第二個是後腳跟 在前腳掌落地之後 後腳跟著接下來 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緩震動作 落腳的位置是前掌 接到腳跟的接續動作 然後你的腳不要前後跑 你的落腳為什麼是一前一後 水平的落腳 水平落腳 抬踩抬踩都在原地 這個落腳位置固定之後呢 第三個要注意的就是你的擺手節奏 要跟上跑步的這個節奏 那注意好了落腳的順序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固定一段時間 稍微提醒自己一下 把屁股重心跟上身體垂直 讓你的落腳的這個重心 不會太過於前傾 讓你的負擔 從你的大腿、屁股、肌肉 跑到膝蓋的地方去 那我們可以的話呢 在第一次、第二次開始跑 你可以從20分鐘、30分鐘開始 從一個固定的時間 慢慢把這個訓練強度拉長 那其實不要看 就是這樣原地跑 雖然看起來好像節奏不會太快 但是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感覺到 其實彭立手已經開始流汗了 就是那個臉部表情已經逐漸的不佳了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步屏節奏 其實也可以依照目前你的強度來稍微調整 像我們現在是設定180步屏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的強度對你來說太喘的話 就你可能跑不到5分鐘、10分鐘 最近有點累 你可以試著把速度減慢 就是我們把速度調到165 節奏變慢 其實強度就會稍微降低 那為什麼步屏對於超慢跑來說這麼重要呢 其實是因為啊 如果你的步屏節奏在跑到後面 就是其實它跟跑不一樣 如果你的步屏節奏持續的下降然後變慢 這個時候會讓你的腳 留在地板的觸地時間變長 那大家知道往下踩的瞬間 肌肉就要出力去支撐身體的體重 那如果你在這個瞬間的持續時間越久 就會讓你的身體 越快的把這個肌肉的強度 跟它的能量消耗完畢 因為畢竟我們在每一步踩下去的瞬間都在處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盡可能的希望它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它的步屏維持在一定的節奏上 那170到180步屏 算是對於在剛開始跑步的跑值來說 是比較適合的區間 那透過這樣的步屏訓練呢 就可以讓你的跑步在每一步落地支撐的瞬間 減少用最少的力氣 然後提升最大的效率 這其實也是我最近在對於學生的跑步訓練當中 常常加入使用的訓練一環 如果你在跑步的過程 常常會覺得不知不覺 就有點跑到快爆掉 然後很喘的這種情況出現 甚至跑不久 通常啦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你的步屏節奏 會不會是忽高忽低 沒有這麼穩定的情況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呢 就會讓你的肌肉 有時候使用時間很長 有時候使用時間很短 就會讓這樣忽快忽慢的情況 讓心率沒有維持這麼平均的情況 就會導致身體肌肉持續的因為這樣的方式 然後提早進入比較爆掉衰竭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在訓練的過程 常常會覺得跑不到10分鐘 20分鐘就很累 試著在你的手機或手錶 加入步屏的這個節拍器 反而會讓你的步屏節奏 維持在一個比較良好的狀態 透過聲音的提醒 讓你的腳可以用平均的方式 把你的體能分配完畢 接下來就好跟大家介紹 超慢跑所需要的裝備 像我們在戶外的話 通常就是穿著跑步 或是平常運動所使用的慢跑鞋 對於這樣的緩震效果就很好 但是因為現在天氣那麼熱 現在40度耶 在戶外跑真的有點要人命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在家原地跑的這樣的跑者呢 就會建議大家至少要找一個軟墊 那除了軟墊之外呢 至少也要搭配一雙 稍微有一點緩震效果的襪子 因為如果你是赤腳在上面跑 其實對於你的肌肉直接的負擔 甚至我們其實人的腳底是沒有太多肉的 這樣每一步這樣往下踩的情況下 有可能會讓你提前因為腳痛 結束這個運動 而不能很續航的讓它把時間拉長 所以建議大家在家的話至少要穿個襪子 這個時候呢就來跟大家推薦 我們這陣子穿著非常喜歡的 就是泰肯科技的專業運動襪 那其實它的襪子呢 在襪底的地方有一個專利的獨家設計 就是加入這個緩震的效果 所以在每一步往下踩這個過程呢 就非常適合在平常慢跑 或是超慢跑中來使用 因為用這個緩震科技呢 就可以讓你的足底平均的去分擔落腳的壓力 那除了腳底的這個均壓設計之外呢 它在足光也有加入了彈力帶設計 可以幫人做一個緩震支撐 戳住你的足弓的感覺 不會內部塌陷太多 那腳背的地方 他也加入了這個可以防磨的這個設計 所以整雙襪子呢 就非常推薦大家 在平常跑步或是慢跑 甚至在這樣低強度的超慢跑當中來做使用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集 關於超慢跑的介紹啦 如果大家對於平常直接出去跑啊 有一些疑慮甚至覺得自己 對於這樣的強度沒辦法覆的話 或許可以從超慢跑開始 你從家裡的原地跑一段時間之後 相信可以用這樣的不平節奏 跑到戶外也可以有一定的程度 可以勝任這樣的訓練強度 最重要的是 現在的泰肯、運動襪、拳管 都有在做折扣優惠 大家有興趣的話趕快點點選 下方影片來連結喔 我是你的家楊卓瑞 我是Dembo文理所 等一下你還有20分鐘 好 好啦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繼續吧 沒問題 by bwd6